阿里的入口是电商 腾讯的入口是社交 美团的入口是外卖 字节跳动的入口是信息分发 抖音的入口是短视频 360的入口是杀毒软件 你的入口是什么 竞争对手用来赚钱的 我不赚钱 我威力甚至免费 我对竞争对手就是终极风沙 我们讲了商业的终极 是争夺用户 争夺用户的信任 争夺用户的时间 争夺用户的注意力 争夺用户不断的复购 那我问你 哪里来的新客户 客观点讲 你的新客户是别人的老客户 对吗 完全没有竞争的蓝海是很少的 为什么别人的老客户 变成你的新客户呢 一定是他服务不周嘛 你不愿意服务 你的竞争对手愿意代劳嘛 在这个点当中 我们讲入口是什么意思 竞争对手用来赚钱 你不赚钱 你威力甚至免费 你得找到那个入口 像卡巴斯基瑞欣 卖杀毒软件卖的盆满锅卖 360说你软件太low 我比你还好 而且工具还很强大 但是呢我免费 所以呢卡巴斯基瑞欣 把杀毒软件拿来赚钱 而360把它当做什么 入口 那他靠什么赚钱呢 他靠搜索 靠游戏赚钱 所以这就是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就是交易结构 盈利点不同 冰山以上 你跟你的竞争对手是一样的 产品服务是一样的 冰山以下 看不见的那个交易结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商业模式创新 就是交易结构创新 为什么 因为商业的本质是交换 没有交换不叫商业 决例 如果今天你们家是种大子的 你能够种出一百斤大米 然后你把它自己给吃掉了 自给自足 那叫商业模式 不叫那叫小能金钱 然后呢你认识了严教授 他给了你一项技术 把它从一百斤一亩 能够种到两百斤 那叫商业模式 那不叫 那叫技术革命 那叫释放生产力 两百斤生产出来之后 你发现吃大米太多了 你就把它做成了米线 米粉 米汤 米糊 你搞了一堆的产品出来 那叫商业模式 那还是不叫商业 就是你告诉隔壁的邻居 你说你们家的鸡蛋吃不完 我们家的大米吃不完 我可不可以用我的大米 去换你们家的鸡蛋 他说可以 来 有了交换 才叫商业 那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人啊 我们约定周二和周四的 十点钟到三点钟 我们在一个市场交易 市场的诞生 是为了让交易变得成本更低 效率变高 你需要鸡蛋 我需要大米 我们两个才能交易 叫物业物的交换 效率太低 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东西 叫一般等价物 货币就出现了 刚开始是白银 后来在宋曹的时候 四川出现了交子 纸币就出现了 而今天数字货币也出现了 人民币本身不值钱 值钱的是 它可以和所有的商品进行交换 所以货币的出现 也是为了更方便的去交易 各位包括互联网的模式的出现 它解决什么问题 它是解决交易成本降低的问题 各位来举个例子啊 为什么电商那么牛 举例 如果在电商崛起之前 你买一件衣服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搜寻成本 第二个呢 叫做货币三家 所以呢 你今天你要去买一件衣服 如果在线下 你可能要逛十家店 比样式 比款式 比纸地 你还要去穿 叫搜寻成本 那在电商平台 搜寻成本 可不可以降得很低 一键按下去 你可以跳出两百多 也让你按销量分 按好评分 按价格分 你的搜寻成本在家 在贝壳出来之前 我们要看房子 顶着烈日 夏日 一天的看十套房 不得了 但是贝壳的出现 我可以在家里 先看一百套房 筛选出二十套 跟经纪人联系十套 最后锁定一套去看 所以它解决什么呀 它是解决交易效率的问题 好在电商出来的时候 买家不相信卖家 卖家不相信买家 卖家希望款到发货 买家希望货到付款 如果没有信任 是没有办法搭取交易的 所以阿里就搞了个东西 叫支付宝 买家不用相信卖家 卖家也不用相信买家 来 钱打到我这里 交易十五天之后 把钱花过去 所以支付宝不生产价值 不创造价值 它只解决交易效率问题 降低交易成本 你的信任成本 所以所有商业模式的创新 所有互联网 加商业模式的创新 它只解决一个本质问题 就是让交易效率提高 交易成本降低 所以商业的本质是交换 商业的本质是交易 所以商业模式创新 就一定是交易结构创新 所以商业模式的本质是这个 所以你听了那么多的商业模式 为什么到你的企业 你还是不会运用 我给你一个标准 这个商业模式成不成功 就是第一 有没有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 第二 有没有极高的提高行业效率 如果你的商业模式极大的提高用户体验 极高的提高行业效率 恭喜你的商业模式 一大概率是成功的 如果没有这两个标准 那有可能你的商业模式